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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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很快 recap一下 上次講到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兩個 PASSIS的Synchronization solution 就是這個PETERSON 大家 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不用背,而是去記住它的概念 它的概念其實很簡單 就是兩點 第一個,你有一個 TURN這個TOKEN 那它的值只會是0或1 是一個BOOLING 因為你就兩個process 那所以0的話就代表process 0可以進去 1就是process1 那這個進去之前 你就可以想見進去之前 或者說出來之後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個TURN等於 要把TOKEN交給對方的一個動作 因為你進去 進去之前或是出來之後 總是在進去或出來之前 你必須要把TOKEN做一個交換 這樣才會有輪流的作用 但是這樣子輪流的作用的話 一個問題就是 你可能會有progress的issue 因為有可能拿到TOKEN的那個人 對不對 比如說process0把TOKEN交給1了 可是process1卻不想要進去的時候 那process0就沒有辦法再進去了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就有progress的問題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Solution 就再多加一個Condition 就是這個Flag 看看他是不是ready了 所以說 你會發現在等待的條件 只有當對方 有TOKEN 而且對方又要進去的時候 這時候 這個你才會被卡住 所以不要忘記分號在後面 所以這個其實是會被 這個block的Condition 所以其實這兩個條件都要成立 這個要進去critical selection才會被擋住 所以這樣就不會有progress的issue 然後當然符合 這個 Fundit的waiting 所以因為他是輪流交換TOKEN 對不對 那上次提到這兩個程式 所以這只是Solution 這個Solution其實也不是說一定要寫成這個樣子 一模一樣 那這個Flag等於0 這個Flag0等於True 他當然應該是要寫在進去critical section之前 因為就概念我們說 他的目的是要說 這個process是不是要進去了 對不對 所以你當然不能把他移到 remainder section或其他地方 因為那不是他的意思 你如果 很早就把他設成這個True的話 就會造成對方沒辦法進去 然後你自己其實沒有要進critical section 那就不會 滿足我們progress的那個目的 對不對 所以Flag0當然是一定要放在while root 最好是前面一行或前兩 在你進去之前 去設這個值就對了 不然他就應該是Force 那至於True等於1這個動作 這個只是要把TOKEN交給對方 所以就像剛才說的 其實這個你要寫在後面或前面 倒是無所謂 因為重點是 只要TOKEN能在這兩個process之間 交換 Exchange 就可以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 看的話前面我們說比較錯誤 只有保持mutual execution的那個 範例來講 其實他就把TOKEN 交換擺在後面 這是無所謂 只要能交換就可以 但是 一件事情你要做就是 一定要交換 所以如果這邊寫 True等於0 然後 就可以進去的話 這個Solution就一定是錯的 對不對 你不能把TOKEN搶過來 然後說我搶到的人 就可以進去 因為如果你去Trace這兩個程式碼的話 你會發現 他要進去的時候 如果他設成TOKEN 他因為可以break這個 然後就進去 那另外一個人 他輪到他了 雖然說TOKEN似乎在這裡 可是換到他執行 他又把他搶走 那這個人可能已經在quitical section了 那結果process1 他又寫TOKEN1 然後去檢查 這個 當然不行 所以重點是TOKEN一定要交換 就對了 進去之前 或者是出來之後 那更重要是這個flag0 這個flag的 這個ready的狀態要設起來 這樣才能滿足progress 好 那三個證明大家可以概念上來講 就是我們說的 第一個 Mutrious Crushing其實就是靠反正法 所以 你會發現 因為TRN他只是一個booling值 他一定是0或1 他不可能同時存在又是0 所以你可以證明他 Mutrious Crushing的條件 會成立 然後progress的部分就是 你要證明的就是 假設有一個人要進去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人 他可能是不要進去的 或者是兩個人都要進去 對不對 那這種兩個情形發生的時候 你只要能夠看他的condition 有一個人可以進得去就好了 就代表你的progress條件 是符合的 如果兩個都不想進去 當然不用evaluate 因為那 不是progress progress 兩個都不要進去 當然沒有人會進去 這是當然的 所以這個證明的方式並不是 只限於這個solution 而是今天任何一個 這個singualization solution 你要去證明progress 你就是要去檢查這一點 就是 當只有一個人要進去 其他人都不要進去的時候 那個人是不是可以進去 第二點就是你要考慮到 有可能 很多人同時想進去的時候 你其實也要去檢查一下程式 是不是其中一個人 會被選中 當然不可能multiple的人 因為如果 如果多個人同時被選中 你第一個在證 mutuous cushion 就已經不符合了 所以這是證明的方式上的 创世是這樣子 那當然 這個solution 你可以看見 根據他的condition 你就可以證出 這兩個條件都會符合 好 然後bunding waiting 他比較tricky的一點 他的證明的方式 一樣就是當有一個人 要進去 然後另外一個人是 已經進去了 boni waiting就是要 run robin 或者是 對就是要輪流的意思 對不對 所以這邊要證明的點是說 一個在等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 是 剛離開critical section 剛離開critical section 之後 在等的那個人 是不是可以進去 那要去證這個事情的時候 第一個你一定很直覺會想到 當然剛出來嘛 所以他一定就是在 執行這一行之後 就是這些remender section 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他到remender的時候 P0應該要是可以進去的 好 但是第二點 大家常常有時候會忘記的事情是 其實剛出來的人 他有可能因為沒有被contact switch 所以他繼續執行他下一個loop 結果他又想要進去 他有可能先執行到 這些程式嘛 好 所以當他又想要進去的時候 你必須要這個condition2的這個狀況 你必須要去證明 去驗證 剛剛出來的那個人 他會被擋住 沒有機會再進去 那這個solution 其實很容易證明他會被擋住 因為有token的關係 因為有交換token 對不對 所以 當他一離開之後 其實他一定 在他進入之前 所以我們說這個term 可以在前面或後面 無所謂 但重點是他一定要把token 先交給別人就對了 所以別人是有priority的 那ready這個 因為他 本來就在等了 所以他的ready一定是true的 所以 PE一定會被擋住 就他既沒有token 然後有token的人又已經是ready 所以 PE一定會被擋住 所以擋住的意思是 雖然說他很快就執行到這裡了 可是他會在這個wire loop裡面 一直在執行這個condition的check 然後永遠沒辦法執行到 critical section裡面的任何一行程式 這個叫做被擋住 所以他會一直擋在那裡 直到我們的 OS做了contact switch eventually 一定會做contact switch 回到p0的時候 這時候p0 他就可以滿足這個條件 就會break這個wire loop 然後進到critical section 所以 這就是他 一定會輪流的原因了 好 所以 記住這個contact switch的點 其實是 不是說一人執行一行都 他其實是 有可能執行 任意數目的instruction 可是他就是要被 卡在 那個entry section裡面 不能讓他離開entry section 好 這個是coding上的一些 注意的 就是clear section的選擇 其實滿重要 就是 其實是越小 越好 然後有時候 你的選擇錯誤 是有可能會產生一些 deadlock的狀況 像我們下一張會說的 好 那剛剛是兩個 那為什麼是兩個 就是注意到那個turn 只能是0跟1嘛 所以 p0就會把它射成p 就會射成1 對不對 然後交換就好 很明確 但是如果你有n個人 剛剛那套就不適用了 因為 如果是 一人一個數字 第一個你要把數字 射成多少 你要把token交給誰 不知道 對不對 那誰手上有token 你也會不知道啊 所以N個process的時候就不能用剛剛那麼簡單 用一個 傳遞token的概念去解他 那解他的方式就是我們上次說的 其實就是排隊 所以 概念其實通常不會太複雜的 所以 概念就是我們說的 就像各位去郵局 去買東西 一樣的 就是我們就是排隊 大家抽號碼牌 輪流進去就對了 那只是說我們講到 抽號碼牌這個動作 本身就有好幾個 instruction 所以 抽號碼牌的時候有可能會抽到相同數字 那這個是唯一在實作這個演算法的時候 要去留意的部分 那 他的breaker 對 這個 去把他的 tiebreaker的方式 其實很簡單可以用一個pid 當然eventure你要定義嘛 一個tiebreaker 那pid我們知道是每個process是unique 或說thread也是unique的id 所以就可以拿來做 timebreaker 但是你還是要處理 怎麼樣子可以讓他們 抽到相同的號碼牌 然後又可以知道他的ordering 好 所以這個是solution 看似很長 我們把它breakdown下來 你就會發現 其實也沒那麼複雜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做抽號碼牌的動作 所以這個大家一定可以想像 所以 寫的方式就是這樣 number i 所以這就指的是 i就是di一個process 所以一樣跟剛才那個flag的概念是一樣 就是我們就用一個array 然後每個element就indicate 每個process目前他抽到號碼牌的數字是多少 然後我們就可以 這個array當然是一個 大家都share的variable 所以大家知道 大家的號碼牌現在數字是多少 但是他算是share variable 可是有一點是 他去改動的人 只有hold那個number的人 對不對 所以pi 只能會改number i這個字 就是write的動作 其他人都是read而已 所以number i這個數字本身 不會有synchronization的問題 因為只有一個writer 對不對 其他人都只是read only 所以 這個數字是多少 是很明確的 好 那就像剛才那個flag 我們也沒有討論 flag i 他的值會不會有問題 沒有討論 因為不要忘記他只有一個人去overwrite他 其他人都是read only 好 那number i這個怎麼去抽號碼牌 對不對 一個簡單方法就是用max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人的號碼牌 那我就先看目前抽到最大的數字是多少 加1嘛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可以抽到一個新的數字 然後是 supposedly是unique 但是其實並不一定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有可能 不要忘記這個max看似一個statement 其實是好幾個instruction 所以 當你有多個process或thread在執行這個statement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因為contest switch 然後我們之前的例子可以看到 他們抽到的號碼牌 最後有可能一樣 所以就是為什麼會一樣的原因 他不是只是一個instruction 其實他是好幾個statement max這個本身就是一堆if else的comparison 對不對 好 但是 我們先不管他正確不正確 這個是抽號碼牌 我們知道我們必須要寫的一個statement 就對了 好 然後呢 就follow我們的概念 第一個當然就是去比較 數字嘛 對不對 那 所以一個process i 對不對 他要進到我們的critical section 之前 當然就是去比 每一個人 所以這是一個for loop 對不對 跟每一個人手上的號碼牌的數字 去做比較 那 如果是零 代表他根本沒抽啦 所以零是代表沒抽 所以如果不是零你就根本不用理他 這個人就直接可以跳過去 那 如果他不是零的話 我們才要去做比較 那這邊零是代表沒抽 所以如果不是零你就根本不用理他 這個人就直接可以跳過去 那 如果他不是零的話我們才要去做比較 那這邊只是一個我們之前說的就是 一個pid 先去比number再去比pid 所以ij是pid 前面是你的號碼 所以這是 sutocode了 所以已經簡寫過了 我重點就是比號碼牌 再去比pid就對了 好 那 就像我們之前說的你的號碼牌 這個i的這個人 一定要比較大嘛 對不對 如果 這個j是另外一個人 如果有另外一個人 他的數字 是比你大的話 那你就會卡在這個while loop裡面 就會停在這個while的condition裡面 對不對 所以這在跟j這個人去比 那如果j這個人的數字 比i大 我們就會卡住 好 那這個一樣啦 這是while loop的condition 所以符合這些是卡住的意思 好 所以你抽到這號碼牌就必須要比他大 你才可以break這個while loop 好 那這是first come first serve的意思嘛 對不對 所以號碼牌越大的就可以 越先去 我講反而 越小的是越先啦 對不對 數字抽是越抽越大啦 所以說數字 如果別人 所以j這個人 比你小的話 代表他是先抽號碼牌 對不對 所以他會卡在while loop 講法呢 數字越小的 代表你先抽 所以你可以先進去 那抽的號碼牌一定是越抽越大 所以才會 有older的概念 所以滿足 他有抽號碼牌 而且 別人有抽號碼牌 而且別人抽號碼比你小 你就會停在 這個while loop 對不對 所以你就會卡在這邊 好 所以這個是 基本抽號碼牌的意思 對不對 然後當然你抽 你這個 如果你可以break 就代表數人都比的 號碼都比你大 所以你才可以 break 所有人的while loop 然後進到critical section 離開的時候 我們就把他設成零 就代表 他不要進去了 對不對 所以 別的人要進去的話 他會看見 你是零 所以他就會 break這個while loop 有問題 所以就檢查 有沒有抽號碼牌 抽的是不是 比我小 來決定要不要等 好 好 這三行應該是沒問題 因為就是 基本抽號碼牌的 方式 那接下來 你就會發現了 我們卻又多加了三行 choosing 所以這就像是一個lock 一樣 他的意思就是 choosing I的目的就是去告訴我們 process I 這個人 現在是不是在抽號碼牌這個動作 對吧 因為 我們抽之前把他設成true 抽之後把他設成false 所以這個值如果是true就代表 I這個人 他正在抽號碼牌 他的目的是要告訴其他人 我在抽號碼牌 好 那你就會發現我們在比較之前 在跟任何一個其他的這個j 任何一個process 比較之前 我們必須 還要additionally去檢查 這個人 他會不會正在抽號碼牌 因為 他如果在抽的話就代表他的數字 正在改變當中 對不對 因為他上次原來 原來他抽之前 數字是零嘛 可是如果他在抽的過程 他或許現在只是零 可是抽完他就不會是零囉 對不對 所以說 你如果太快在他抽之前就跟他比的話 說明他抽完的數字跟你一模一樣 對不對 因為他有可能 雖然比你晚抽 但他有可能抽到相同的數字 完全看contact switch的點在哪而已 對不對 所以有可能抽到一樣數字 但是他是比你晚抽的 而且呢 比他晚抽不止 如果晚抽的這個人 他數字 跟你一樣 而且他的pid又比你小 那你就完蛋了 因為他比你晚抽 你以為他 不要執行 結果他抽完之後跟你一樣 而且pid比你小 所以其實他是該 先執行 所以這個chosing的目的就是 當一個process 他正在抽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等他 等到他抽完 他的這個memory的state 他的content的state 穩定了 Stabilizer 我們才能夠去跟他比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要加一個chosing 在這邊做protection的目的 因為抽的過程 數字會改變 所以要用 這樣的方式去indicate 然後用一個hot loop就好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想見 這邊就在等 等這個process J抽完之後 他會把它設成false 所以這個process 自然就會break 這個condition 然後就可以跟J 他抽完真正的數字 去做比較 所以 會需要多加這個 極致 去保護 所以就是我們說的 其實max 這個number這個值 其實他的值是必須要去做保護住的 倒不是被別人影響 而是他的 有可能抽完之後他的數字會改變 好 那 這演算法 看似 好像 蠻多行的 但其實你看他的概念是很容易去證明 他一定符合mutuous cushion 因為一次 只有最小number的人可以進去嘛 對不對 所以number是unique 而且你用pid去做timebreaker 所以不可能同時有兩個人符合條件 那他還符合bundi weighted 因為first com first serve 所以其實bundi weighted是蠻好證明的 就是只要是first com first serve的 的演算法 一定都符合 那 progress也沒問題啊 因為你可以看見你會有個for loop 對不對 for loop 所以 任何人 只要裡面 他的值目前的確是最小的那個人 他一定可以 break這兩個fire loop 然後進去到他的critical section 對不對 所以 也沒問題 所以其實 證明 反而是比較 直接的 好 那這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個例子啦 就是 choosing為什麼一定要 因為如果一個很conquit的例子 你看就是像這樣子 如果沒有choosing 就是沒有那個locking的機制的話 好 你有可能是 現在 數碼牌 假設是5 最大的 holding 這個number number這個值 假設是5的話 那假設你有1跟4兩個process 對不對 正要進到他們的critical section裡面 那p1 所以這是pid 所以1代表其實pid小的 4是比較大的 所以 其實p1有比較高的priority 那抽之前我們知道他的值一定都會是0 所以p1跟p4 其實一開始都是0 那如果p4他先抽完 就是先做完那個number的動作 進到他的fire loop裡面去檢查的時候 他的值是6 那他會發現他就是最小的 然後p1的值是0嘛 所以他就不管他 對不對 可是他進到critical section之後 p1這時候他才把他的號碼牌抽完 結果一抽完發現 我也是6啊 對不對 那6跟6根據我們的 type breaker 1跟4都是6 可是p1的 pid比他小 所以p1也會進到critical section 所以 你的mutuous cushion的這個condition就會 就被violate 對不對 所以兩個人其實都會進去 所以這是一個 比較 這個 要仔細去看的時候才會注意到的一個issue 這就是為什麼synchronization有時候 不好寫不好驗證 因為的確有很多的condition 他的ordering 對每一個instruction都有可能做contact switch 而且如果你有N個人 這個combination是無止境的 對不對 大家學會complexity 他不是 這個p的問題 所以說 其實他是很難被證明 除了theoretically 然後要去檢查這些 解釋 好 那如果有locking你就會知道 其實p4會被擋住 對不對 所以p4他會等到p1抽完 抽完他就會發現 1跟4答案都是6 所以p4會被擋住 所以p1才是正確的選擇 這樣才會 是一個正確的演算法 好 可以 所以這個 choose 在ɔiven 你